我覺得民進黨現在的政策 就是不去解決兩岸之間的問題 然後又沒有辦法把這些兩岸的惡果 兩岸不溝通的惡果給消化掉 然後還刻意的再拿這些事情 再去在台灣的內部製造一種仇中的氣氛 像世嘉鳳梨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鳳梨世嘉我們辦公室今天也收到了 因為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今年送給全台北市議會議員 也一樣是鳳梨世嘉 所以我們就想到昨天才有 這個兩億元採購的新聞 今天台北農產運銷公司也在買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甚至也有人講說在軍中的一些年輕朋友 也開始吃世嘉了 那之前的新南向政策 說水果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你們做到哪裡去了 最後隔了這麼久以後 還是要我們台灣民眾自己來消化 那一年是這樣 那明年呢 後年呢 如果政府沒有更好的辦法 是不是兩岸很多的爭端 你還是要解決呢 我再講一個事情 最近年關將至很多詐騙案 以前台灣沒有這麼多的詐騙案 因為馬政府時期有兩岸共打協議 做得很好 所以兩岸之間有互相詐騙的行為 我們兩岸之間自我克制 可是這幾年來 蔡政府有在做嗎 台灣的詐騙案越來越多 有越來越多人被騙錢之後 政府的不作為 很多民眾就說 大陸好可惡喔 他們那邊每天來詐騙我們 問題是 我們台灣的政府有在管嗎 沒有 所以不管是鳳梨世家的事情 或是詐騙的事情 都一樣 他們把這些問題 明明是政府只要花努力心力 可以解決 讓兩岸人民都能夠有好結果的 他們硬是不做 然後呢 把這樣子的仇恨 放在了台灣人的心裡 結果越來越多人就把矛頭指向對岸 但忘記了這些事情的解決 應該中華民國的政府 他是可以做到 而他刻意不做的